現在郭民棟 陳以信 民進棟 王定宇 他們都有一個總統的好選人跟他大作會 尤其是王定宇有賴慶德 你都說就是賴慶德啦 兵賴慶德一回台南順暢一回 也有另一個領域也好 會這樣嗎 我的感覺是不會了 因為這邊要選 人要選贏天 選贏家 沒要選頭肌 想要觀點 來品觀點 歡迎收看 韋漢觀點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來賓 是從台南搭高鐵 不辭辛勞北上 非常謝謝 陳永和大根 立委參選人 陳永和 謝謝 我自在賞 給你介紹一下 謝謝 丹英和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最強里長 而且差點讓黃偉哲翻車的那個男人 太誇張了 因為2018年觀眾朋友 大家看一下這個陳永和大根 這真的 我們今天算第一次這樣介紹 網路上常常有聯繫 因為2018年那時候 我在評論台灣的選舉的時候 那那次我算蠻早看到 韓國瑜在高雄會議 所以我會關心台南的關心高雄 就發現說有一個很強的里長 里長直接跳級 議員立委都沒選就選市長 里長算是市長 結果觀眾朋友來我唸一下 2018年陳永和里長選市長 台南市長拿到了117179票 11萬 你的議員 有的議員 三萬多票而已 對不對 你拿11萬票 然後拿到了那一年的12.12佔比的得票比 12% 所以說最強里長陳永和 2018年差點讓黃偉哲翻船的那個男人 今天來到我們武漢觀點的現場 感謝陳永和大哥 因為他是從台南搭高鐵的 來台北的 今天來 好好給你說 你現在也穿戰袍出來 每年要選立委 第六選區 仁德歸仁關廟隆期東區29里 對不對 對 你給大家觀眾朋友現在你看 我告訴你 因為如果有關心政治的人 可能一半一半已經知道你是什麼人 有聽過有了解有 也應該有的人 不要聽過也不要看過 所以你要總共介紹 你為什麼選舉 來請你劉伯 你給大家總共介紹 彈英和是什麼人 大家好 我是英文勝的和的彈英和 正台南市中央區有暴力的理長 彈英和 給你們英文勝的和 對這是口號 這樣說得好我又拍多少 英文勝的和 對 那你要給大家介紹一下 你那時候 譬如說你 應該年紀比我更大一些吧 對啊 記很多 我63年出 你差很多 我叫你 你要叫我阿姊 沒有你幾年出 我49 49 19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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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年出 你以前有做的理長 對吧 嗯 無保的理長 做一次 你給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你以為你做理長之前你創了 做理長之後先去選市長 這段 頭前那段 先給大家說明一下 這樣我告訴大家了解 我本來就是在兩家出市的 九月離開兩家去住館廟 住館廟 住館廟 是住館廟的五個國小到館廟 到館廟 到館廟 到館廟去住館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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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館廟 我館廟在館廟 我館廟在館廟 我二十四歲我就館廟 一三歲我一四歲做館廟 做館廟 做到近年四十年 做什麼 做廊師廊本 都館廟 你是做老闆還是 對 自己做一個小老闆 你一開始自己有做老闆 你也可以做 可以啊 我們爸爸也 可以做 也可以做老闆就對了 都可以 整個館廟的每一個環節 你都可以就對了 對啦 你答應我答應你選 來觀眾朋友 我剛剛已經講了 他現在選第六選區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選區的 現在的例子 叫王定宇 所以讓王偉哲 嚇到半死的 陳友和也來了 這一次呢 王定宇可能不只嚇到半死 說不定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 後面的選情 那你剛剛講 這一區叫人德歸仁 關廟隆旗 東區二十九里 就你是隆旗出身 然後在這個 關廟念國中 然後到後來駐歸仁 然後在仁德又念高中 又在仁德工作 這區就 本命區就對了 對不對 我經常說本命區 這區就是你 自小人大人的區 不怪你 所以你不怪 不怪你怎麼捨 不不不不 你選市長是全區 也不是跟第六區 全台南市拿了十一萬票 你是怎樣 我選市長是不是 三十七區 對啊 但是選市長 我們剛剛講 這個只是第六選區 台南有六個選區 六個立委 對對對 你只是這一區 你正好是第六區 等命區 但是我一看不對 你其他五區 也都有票 你拿十一萬票 你是怎樣 沒辦法 對啊 這要這樣說 沒關係 這要這樣說 因為 我會去做立場 變成說 理由是 因為我要反對 我們的河川的上游 不可以做這個圓埋場 違法圓埋場 應該是要 國家要成立一個 合法的圓埋場 我覺得說 你如果違法 在那個三區設圓埋場 就已經不對了 你還在合法 要在這個 三區 二人市的上游 要來設圓埋場 這不對了 所以那時候 六千塊有說 要開立民大會 那是民國 一百零一年的時候 2012 所以那時候的市長 是賴清德 是賴清德 我也有告訴你老實說 他也有找到資料 所以我是因為 那時候回去選立 賴清德 他就變成說 他就要 開立民大會來決定 立民大會的 高的利 全部都反對 我們家 要台本捨 就要跟其他八的利 當然不當然 這太狠了 對不對 你如果說 人家會小廚 會想過經 也合理 你不是 你要放這個報廢 在那時候 就要我們家 在那個福利 哪些人 可以把利 可以決定 我都說好沒關係 立民大會的高的 八的利 他都開 我總是回去 開始收集資料 結果 八個利 全部反對 大分之99.9 幾乎都反對 這樣 不知道要結束 不結束 不結束 沒有理由 就是 標決 沒有人家 沒有人家 你們很壞 靠腰 我們很壞 不是 台本舍的人 很壞 本舍公司 買場 很壞 我總是說 沒有來選立長 選立長 大家有默契 一票買八千 蛤 一票買八千 你說2012的時候 沒有 在那個 2014 2014 對 真的在2014 我一支粉 一支粉 一支粉 一支水 都沒有請人吃 人家一票買八千 人家又拿來檢基 給我 叫我檢基 沒有我賣 選立長一票到八千 對啊 你是聽著說 沒有我自己有拿錢 人家拿給我 你上去買什麼 我沒有 你說2014年 你選立長的時候 我們就 我現在也不知道 對手是誰 那時候選去選到公 你的對手 買到一票八千 選立長八千 怎麼選總統 怎麼選立長 選立長比較壞選 是不是 八千 結果你選贏 我贏 我一支粉 一對手 一支 一支 兩支 我只能說一句話 老婆 怕孫 一條回廣路 好好好 靠立長 留給子孫一條回鄉的路 所以你就當立長了 我就當立長了 好 這個是 你看永可哥他的那個 因為他 因為環保的事情 他不要掩埋場 那抗議之後呢 後來絕對自己出來當立長 對 你當立長 所以這是你的發跡 所以難怪網路上有人說 你最強立長 好 那你當了立長之後呢 後來為什麼 2018年的時候 就後一回 做細尼藥的時候 立長的時候 挑戰市場是什麼 因為 因為那個市場 我們的延賣場 牛股歐新的賣場 有四張執照 那是市場服務官的 沒有沒有沒有 中央兩支 地方兩支 地方兩支 地方那兩支 這支 已經 那時候我們的 李孟宴代理市場 那支兩支 這支都發下去了 因為市場這支 都在 這個 這個延賣場的公司 歐新公司的 手頭 破不得已 我只有破五尘州 我就說 我要死理長 不要做 不懈跟你們為官 你們在野的時候 你們說 民進黨說在野的時候 說反對要賣掉 結果你們 執政以後 你們經驗 發辭要賣掉 我就死 死不掉 我媽媽說 我一定要做 好啦 跟你們拚 沒怎麼算市場 怎麼說 他們怎麼起床 簡單一句話 就是說 河川的頂油 不能捨入 也賣掉 他們的污黏理建行客 我們的 教學延期 因為我們有保護 一個水土保持 教學延期 那花很多額 的延期 孩子最高的地方 不能在本社中的旁邊 只有這兩句話 這樣我拿十幾萬票 我只說要老 怕損一條火風路 人家八千塊 把我賣不到 他們的我 優秀以來 贏最多票 贏二十票 一幾分 一滴水 一本人 都沒有 貪一句拜託 你剛才贏二十票 贏二十票 贏二十票是優秀以來最多 也是 好 大家聽這個勇和大哥在講 就知道說 他很純樸 從台南來 然後 他對這個政治會投入也是因為 為了地方的永續 為了環保 我問一下 你那裡也要討 現在的總統是怎樣 現在也十幾十票 說到這個就行 我要選市長 是因為要出銷那兩條這條 我要選立委 就是要出銷那種環評執照 中央的就對了 立委是中央 市長是地方 對對對 我就 我就跟我們 立委的民意代表 我就跟王政府說 人家說 你市長 我們的政府市長 這條 我選 我選市長的時候 2018年 已經出銷三條 那麼 這條環評市可政的 這條你也要出銷 他就沒有 黃定雲 他就說 發展館公 你現在跟黃定雲說 你在看我們的節目 我十二下 他說的 他沒有屬性的 你叫他去取消 以台南立委的身份 去要求 那個成效取消 要取消 他沒有 他就說 成立自然地景了 納日西蘭亞 他就不動了 我就沒討論了 沒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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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禮拜討論 我也把我們 這條 六山的理長 接我的理長 那裡起來 我也告訴你 你要告訴他 他就說 不會 納日西蘭亞就不動了 結果納日西蘭亞就不可能了 因為 你一隻車不開 不開 納日西蘭亞什麼意思 我們沒有納日西蘭亞 風管處的範圍 我們有什麼 人家來風情七 納日就不行 人家來賣場 對啊 納日西蘭亞的政策 你就從 保護區都不對 OK 所以說 他要納日西蘭亞 就 我要選 選理長的時候 我就說 要納日牛部 成為西蘭亞風情七 的範圍 那就是我選理長的時候 會正經其中的一個 啊 頂部就說 納日西蘭亞 還在成立自然地景 黃偉哲市長也成立自然地景 這樣就不會了 我說一隻車 如果沒有要開 你如果沒有開牌 你收你 你就會開一隻 公消費 不可以了 就一直跟他溝通 溝通不可以 所以黃偉哲 你拜託不來 你開去自己做立委 我就叫我們理長 那時候當時的理長 那現在 沒有了 沒有了 我就收起來了 好 實際成熟 我就幫你選佈選立委 我要來中間出銷 我就 我就把我們的聲明 擲筆 聲明說好 你有擲筆嗎 有啊 你是擲幾筆 九位最筆 你是連續 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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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位最筆 第十位 我也說 你如果真正是九位 這麼準 沒有一個就好 不能再多 一個就好 真的報了也是最筆 第十一位又報了的時候 比較筆 真的一個最筆 挺好的 應該算十位才對 你怎麼說九位 所以你的政見就是 其實我要問的 差不多也問了 你的意思是說 你要圍到台南就對了 你現在有當局嗎 沒有 你有交理過任何董嗎 我以前 交去民進董 在那個康天才 齊長 你以前是民進董嗎 康天才齊長 你以前是民進董嗎 你以前是王定宇吧 以前大家都好朋友 這不是 以前是好朋友 我跟你講 以前是好朋友 人不是好朋友 人是對手 但是不是好朋友 他現在是武黨籍 比較像是民進黨 我說話 我說話算話 對啦 我知道 所以我也是直接跟你問 因為你的政見理念 我會好好跟你問 因為 因為你剛才市長算到 十一萬多 不能跟你這樣小看你 就對了 問題是 國民黨也有人要選 國民黨怎麼看是誠意性的 他出來選 他在地方沒理會選 王定宇是先任立委 我直接問 跟民進黨說 陳雄投票還沒調 你票到他就 陳雄性贏了 沒有 國民黨贏了 說你出來鬧的就對了 人家這樣說 你沒怎麼回應 我如果是有個說 這句話是真的 這樣我跟你說 我立場沒調 我也沒有十幾萬票 沒有啦 人 老百姓已經 人家已經在改變思維了 不用再操縱棄保 你要棄保這個好人 還是要棄保這個壞人 你要跟這個好人做會 還要跟這個壞人做會 讓你自己選 這個觀念要對 你要選一個 什麼樣的人 是你的自由和你的管理 但是咧 你想要改變嗎 你如果認為台灣的環境 一直都要繼續 再這樣下去 這樣台灣就繼續下去不好 我也沒差 對不對 你說 只有我 跟陳雄性 跟王政府 我們三個 讓你們去選 我是怎麼比較要選 就因為 王政府這個工作就不做 不做就我來做 陳雄性他要選 我是要跟他比 他說他在地的人 我說什麼 我說什麼 我在台南 說我是在地的人 我今天就要來到台北 你哪裡的人 說我台北人 我今天去跟我們廣告說 我廣告人 不然都是小小的 這個邏輯不對 跟你比他就不算在地 對啦 這邏輯不對 就是因為 你是出外 像比如說我是廣告人 我真坦白就說 我是 廣告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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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住在館廟 那麼 今天去陳雄性 他的形容詞就說 在地人 我在我的背心這裡要說 在地人丹英河 他說 丹英河本來是在地人 你這件很奇怪 真的在地人 就不用說這句就對了 對啊 我就是這些人 你常常看整條路都不可以拚 大家都說 本店 本店 人也有這麼多人 我們是一家的人 我們在家裡 我們是自己的人 靠我 我們不是自己的人 我今天會請陳雄和大哥 也是 我不會小看他 因為你看他選市長 整個台南市這麼大 從原本里長直接 越級打怪都可以拿到12% 11萬多的票 差點黃偉哲就落選了 那這次當然你最後的結果 也有可能你的票多的話 就撼動了整個的選局 對吧 那但是我要問的就是說 因為你是不動 嗯 現在郭民動 陳以信 民進動 王定宇 他們都有一個總統的 郝酸林 跟他大座會 尤其是王定宇 他有賴慶德 那就是賴慶德 賴慶德一檔 大家如果順暢一檔 那也是還有任務 也好 會這樣嗎 你的 我的感覺是不會了 我的感覺是不會了 因為這邊要選 人要選人家 選人家 選人家 沒有要選豬肌 對 就是像我在選李長 為什麼我會找 就是說 我跟那個黑衣衫說 阿伯 我跟你說 鐵幾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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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會去弄在那裡 我說 等一下 現在還有嗎 一樣 現在在台灣還有嗎 我一樣 大家記得阿伯 大家去找那個畫面 我等一下找阿豪幫我找一下 阿伯 我以前阿伯 我找總統 找到民進黨 我們就要 鐵幾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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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比較多 你如果不怕打算 你就不要拿 這樣到底是要拿嗎 他去判斷 我也不知道 這個買票文化是蠻麻煩的事情 這個是要正本清源 但是曾經蔡宏格大哥這樣講 第一點你也沒有錢嘛 對不對 你說有錢去買票 我不是沒有錢買 有錢買 你不會做這個錢 我就跟我們三年人說 我們三年人不要讓一家 一家藍廟台跟一家豬肉去買 我們哪有賤 要有那個格 要改變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陳永和大哥 來 看這張照片 有沒有 小立元新姓教授來台灣 有沒有 我知道因為他跟我說 他要去看你 所以你看 連日本的選舉預測之神 他來點燈燈也要看 這是一號人物 可是他也去看你 你跟他說之後 十年有開心嗎 十年不錯啦 因為 你跟他說什麼內容有什麼 他有跟你說你的選情 他有跟他說 你的選情 他會這樣說 他既然我第一行 就是送他這個禮物 我今天來送他 我也有喔 有啦 有啦 這歐西瓜你就對了 我簡單來說 改變才能進步啦 如果你是剛才我們這樣說 就總統一票 立委的王政務一票 如果這樣現在不然都不用改變了 我們英文都這樣選了 就都繼續在營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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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 這啦 這我送給他 謝謝 謝謝 龍鳳大哥 改變才能進步 加厚純水的獅子金 這有超過30塊嗎 不會啦 你怕怕怕怕嗎 不會啦 不再送給這句 好 這個就是弄個小的伴手禮 拜票的時候給人家宣傳一下 好 那我知道陳宏大哥去選舉過程 我常常看他的臉書 跟你們太太 不時還要開車去 要跟人家拜票 他有幾個拖那裡有台子等等 算起到現在 因為他還有每年 還有差不多現在四個 還有差不多八個月 是 最辛苦的事情是什麼 最辛苦的事情 我的感覺齁 已經是在那個 市長在選的時候 已經經過了 市長在選 不太辛苦 不太辛苦就對了 不太辛苦了 他們怎麼說 市長37區這檔 這檔四區半而已 不累了 他說讓人家招攤 比如說我上天 有一個選民說 保證金這檔還多少 說20萬 保證金20萬到香港個月 我說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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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萬不夠 這樣有麻煩嗎 直接就跟他說 有麻煩嗎 你找他 我要做什麼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對啦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我們說不算 孩子們都會 媽媽都會載孩子 那孩子 坐機車的時候 你看 你看 我還會笑 我也會笑 那我覺得 最可愛的一面 我覺得這步很好 我感覺 最溫馨的就是 這些年輕人和這些年輕人 和這些年輕人 和這些年輕人 這些 這檔我來聽到 青行町 他們都站在我旁邊 你對嗎 加油 你對嗎 我支持你 我一個人都聽你 我那條行李裡面 幾乎都在親你 我想想不想不想的 跟安偉媽說 我跟你說 我絕對不會跟你騙 因為我去用騙很久了 我這道別再用騙去了 這就是我剛才跟你說 你那關台 你要說總統一票 你會什麼人一票 是你家的事 但是老百姓 不聽 我在選理長 我在選市長的時候 這個選舉的文化 就已經在改變了 這一次 我陳永和一定要 徹底給他打破 嗯 我有信心 好 第一梁 這個今天我們為大家 專訪的這個是 陳永和這個里長 那他現在是立委參選人 台南我也幫大家 跟大家講清楚 仁德歸仁 關廟龍崎 跟東區二十九里 第六選區 那同樣參選的 還有民進黨的王定宇 跟國民黨的陳以信 那陳永和身為一個里長出身 直接就選市長 上一次就已經拿到 十一萬多票了 其實是不能小看的 今天也很高興 李長你來 讓你這樣有時間 跟大家說你的參選理念 最後又問你一句 所以 其實你是五黨籍參選 你有信心你會贏就對了 對 這樣啦 有時候我告訴你 我陳永和 說這就是這 說兩就是兩 當時我兩年前還要選 有人相信 到今天 我 一個在這裡 應該你們就要相信了 第二 我要說 改變選舉的文化 是在我選市長的時候 第二的口號 我本來是打造公民城市 反正移民嘛 我第二的口號就是改變選舉的文化 所以我這邊 一樣 要讓大家 徹徹底底去感受 就是說 這個真的有用心做事情的人 跟一個 一支吃飽跟你們說 讓你們感覺說 那真的是這樣 會去做一個強烈對比 讓你們去選 你們要選什麼 你們如果是主角說 你們不改變 我也沒有你們法 你們如果主角要改變 我們的政策就有未來 我們的社會就會進步 簡單我跟小麗媛老師說的 他問了一句話說 你的證件是什麼 我的證件就是 只有 我要內政的民主 我不要 對外民主 對內 極權 獨裁 簡單一句話 我就在七黨皇帝府做立委 就說 我要撤銷環評 就是黃定義教我的 黃定義當初他跟他說 土地收歸國有 退伍會要退出歐薪的 他知道要怎麼處理就對了 對 撤銷環評 這三個 我就跟他說 環評是你說的 不是我說的 所以 我就告訴 黃定義這件事 結果七年來他都不處理 到了上上個禮拜 七天的時間 竟然環評西口政府修法通過 你們白樂力七年 你七天會做一個工作 感覺你就不做 這話感覺又我越想到 所以 我就告訴小麗媛老師 就是我陳亮河要的對外民主 對內更要民主 我努力民進黨這麼多年 你們民進黨走到近 我在 2018年 3月14號來到你們民進黨的中央黨部 我那時候就跟你們說了 你們民進黨得到公民 要去運政 我很想起 我從此要跟你們借勵 就是在那裡 你們今天去講話 不算話 等一下做什麼 我陳亮河今天要再選立委 黃定義主教 他在七年前做立委 他就會記起說 他跟老百姓的承諾 要撤銷環評 你就撤銷 我陳亮河覺得要去選市長 我覺得要再一座路 千里挑挑再到台北 下一個二十分鐘的鞋 我就再隔天坐 還回去掃街 還回去拜票 還回去經營公司 我這樣就這麼累 所以說到民進黨 我就怕 你今天如果有個 六千里做市長 你把這條出銷 這樣沒什麼事 沒什麼事 你今天去黃定義 你如果是那條反民事故症 你把出銷 我這樣就再選立委 六千里如果處理好 我這樣就選市長 所以 我要選立委 是我給他開心 但是說到這裡 比較嚴重的問題 大家自己去思考 對來如果是要集權 如果不是要恶鬥 如果只要燃利 如果只要統徒 台灣討自己了 不再說我在開錢 今天很高興也很感謝 英和大哥 英萬聖的河的丹英和 謝謝 我很感謝他 因為他真的是為了 要錄我們這個節目 拉高鐵到台北 等一下錄完以後 我就要帶他去車站 他要回去了 你希望今天 這段的訪問 給你聖的河 等一下說 我看到有什麼給你訪問 我保證絕對 我大哥加油 謝謝 那今天非常謝謝 陳永和大哥來 他的裡面 大家可以聽看看 在台南的六選區 陳永和 希望你 祝你一切都順利 謝謝 好請大家訂閱我們 評寡點YouTube頻道 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我們下禮拜再見 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